巨星操盘手陈泽山出走华纳,蔡依林林俊杰发声,找到幸福不容易。 华纳音乐大中华区总裁陈泽山,24日传出闪词十年的总裁大卫,消息曝光后,引起业界人士震惊,细数他过去以来捧红过的天王后,举凡蔡依林、林俊杰、潘伟柏、李荣浩等,都是歌坛的A卡地位。 而对于此退消息,林俊杰响应,能够找到自己要的幸福是不容易的,衷心祝福山歌。 蔡依林也祝福她的决定,似乎低调证实此事。 陈泽山在华纳音乐17年,幕后推动多位大咖歌手,现在旗下有蔡依林、李荣浩、潘伟柏、林俊杰及肖敬腾等人,将他们事业推至高峰。 陈泽山稍早在脸书发文写下,感谢大家的关心,我真心感谢华纳音乐对我这17年的培养,在我心中华纳已经是最好的公司,而我对音乐的追寻也永不放弃,相信我,我仍然在你们身边。 如今传出此退消息,其实不难从陈泽山脸书略知一二,他前阵子到纽约回台后,有感而发写著,我也想我做了这么多年的音乐,努力成就和我合作的每一个歌手,我那么努力地工作,因为他他们的相信,让我每下一个决定,如此战战兢兢。 因为我永远不可以出错。 但那压力,似乎我越来越不懂地释放,压力狠狠地让我身心俱疲,我发现我自己好累好累,谁可以救救我?给我一个放过自己的答案。 旗下天王后随后纷纷祝福陈泽山,蔡依林响应,祝福山哥的一切决定。 林俊杰则说,能够找到自己要的幸福是不容易的,忠心祝福山哥。 潘伟百则简短回答,静观其变。看法相当特别。 据悉,陈泽山传出词之后,华纳音乐上下人心惶惶,目前尚未收到老板的正式公告,未来公司走向也尚未有定论。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